而至于外太空到底有没有生物的存在 一直是民众非常好奇的事情 而近年来不明物体出现的 几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如今美国中央情报局似乎不想再藏了 虚然罕见地公布将近3000页 解密外星幽浮的机密档案 引起不少网友的讨论 有些东西在海上 什么是 画面上可以看到一个蓝色的棒状物体 在空中盘旋 目击者表示这个物体的大小 比一根电线杆还要大 移动的速度也非常快 而且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这是今年1月初 住在夏威夷的很多居民 目睹天空中的UFO不明物体 而在去年10月 日本路尔岛阴岛火山上空 夜空中也经见一个不明光点 由画面右方向左侧快速飞了过去 甚至有太空人在地球上空 拍到这个画面 近期天空中不明物体的出现率 越来越高 UFO存在的UFO 一直是众人讨论的话题 而美国总统川普 也在去年12月命令情报机关 必须在180天内 报告对UFO所知的一切 不到6个月 美国中央其暴局CIA就在12号 公布了将近3000页 有关不明飞行物体的机密文件 甚至声称毫不保留 其中包括一起1991年 在俄罗斯小镇发生的神秘爆炸案 虽然几乎没有人受伤 但根据目击者表示 一颗巨大火球从天而降 在地面留下了巨大天坑 报告中指出 由于调查人员 无法找到真正的原因 只好推测爆炸 是不明飞行物体造成的 甚至还有一起 一艘不明飞行物 发送紧急资讯 给CIA科技处副处长 这一起被记录下空中 不明飞行物体 在高空中快速移动 是一件曾经被美国军方 证实UFO存在地球上 随着3000页的资料解封 相信外星人的真相会越变越明 东森财经新闻 张张黄富翔综合报道 张黄富翔综合